尽管我国今年第一季的国内生产总值萎缩0.5% 但是统计局最新公布 我国三月的领先指数上升17.3% 这个数据就预示着我国四到六个月经济前景令人鼓舞 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多斯里莫斯达法就认为 尽管我国现在处于第三次的行动管制期 不过各种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增长处于良好的势头 如果政府为了防控疫情全面封城 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复苏步伐 统计局向府公布今年三月的领先指标 按年扬升17.3%到113.3% 预示着我国未来四到六个月的经济前景令人鼓舞 尽管政府落实第三轮行动管制令 统计局和负责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拿多斯里莫斯达法依然乐观看待接下来的经济成长 其中莫斯达法认为 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后才收紧防疫规定 而不是封国所成 一旦政府实施全面的封锁措施 将影响我国经济复苏的势头 失业率和贫困家庭数量将翻倍 影响小型和大型公司的业绩 让我国的经济复苏之路处于更具挑战性的状态 至于我国经济能否迈向全年预期成长 也取决于外国的经济状况 而我国三月份也取得了出口而上涨趋势 正有赖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 另外经济学家兼国立大学副校长 Dan Sili诺 Asilam博士则认为 政府需要详细研究 确保微型企业和弱势群铁 不受严格的防疫规定影响 应该提供经济援助 专家也呼吁政府加快民众 接种新冠疫苗的步伐 这样才能带动我国经济全面复苏 别忘了 谢谢观看 д hoo